開始快速的進行我們的closing 那不耽誤到大家的時間 那在接電腦的這段時間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從4月到現在 將近籌備了5個月的時間的心理過程 我們學到一件事情 有一句話 因為這一次疫情的關係非常的好用 就是叫做因為疫情的關係 對 有很多事情呢 我們必須要做一些改變 那也有些事情 我們可以用這句話 來去塞到對方的嘴巴裡面去 例如像是Sean 今年為什麼沒有HeatCon奇葩獎 因為疫情的關係 為什麼我們今天的接駁車會delay 因為疫情的關係 為什麼我們今天中午便當那麼難吃 也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好 那我們直接快速的進行我們的closing 那在這一段期間裡面呢 就這兩天將近16個小時的時間 相信各位有學到 不管看到一些新的東西 也是因為透過我們這一次總酬 是完全全新的團隊 帶了新的思維之外 也有我們將近170個員 志工的努力 來促成我們這一次的HeatCon 2020的活動 好 那我是Sean 對 那再一次的跟各位回顧一下 我們這一次的主題是Hert Immunity for Cybersecurity 那在這也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們把這個命名為這個主題 那這個主題呢 希望我們藉由社群還有各位的力量 一起抵抗除了病毒之外 一起鞏固我們的Cybersecurity的安全性 再一次的感謝我們的政府的努力 還有各位的防疫的意識的提升之下呢 那我們可以非常安心的舉辦這一次的實體的盛會 那再來就是我們要感謝的業界還有學界對我們的支持 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感謝會眾 以及幫我們籌辦這一次一起籌辦的籌辦團隊 所有的將近170名的所有人 所有志工們 在一開始我們做了一些改變 也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那在這個部分呢 各位 我們從一開始早上的時候進來 先做了相關的防疫的措施 然後領取了我們這次非常創新的 新創的營冰袋 對 這個簡報筆有點不太行 對 也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好 那這個 如果 各位如果沒有買到這個包包的話 也不要惋惜 那我們在明年的時候 因為我們這一次也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們不提供現場販賣 對 所以如果 各位如果對這個包包有興趣的話 我們可以期待明年 那請你們各位 需要去多關注一下我們的粉絲專頁 所發布的最新的訊息 那再來就是 各位 我們是相當注重 除了資訊安全之外 我們也注重所有會眾的實體的安全 所以我們想到一個最低成本來鞏固 各位安全的方法 所以我們請了副總統賴清德先生 來幫我們做致辭 相信在各位在報導的那一個小時之間呢 估計大概會有 那時候算大概一百多位 兩百多位的維安 還有軍警人員在這個館內 所以各位會非常放心的報導 好 那今年呢 我們結合了線上跟實體 也是我們這一次 從HECON 這十六年來非常創新的一個模式 所以 線上是我們第一次舉辦 那請各位多多的包含 我知道有些人沒有辦法連上 沒有連上 各位應該知道原因 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好 那接下來 我們請我們的副招MARS 來跟我們介紹 回顧一下我們這兩天的HECON的論壇 好 那我來回顧一下這兩天的論壇 第一場 好 我的錢包筆不會動 因為疫情 等我一下喔 回來了 回來了 好 我們今年的第一場 我們五場的PANEL 我們五場的論壇 第一場的金融的論壇 其實在我們看看 就是 為什麼挑這張圖 就是 各位看看最左邊這一位的圖 就是 一個 怎麼樣去思考我們在我們金融業去迎擊 這樣數位戰場的一些議題啊 不管是我們怎麼去做資安策略 資安的預算投放 在這樣的議題下 其實我相信 大家可以在這場PANEL學到很多 然後 它又壞掉了 我決定回來這裡 好 那我們今天很多場PANEL啦 包含說我們的 對不起我offline 就是我們的公共衛生場 那我們公共衛生場的PANEL 其實在針對我們的一些疫情的關係啊 又是疫情 就是各種健保資訊系統啊 怎麼配到啊 怎麼做檢查啊 怎麼去強化它的隱身安全 在這個PANEL裡面 它也都提出了一些 比較詳細的說明 那也包含來說 我們今天 我們非常引引為傲的就是 我們跨國連線了 這樣無常的 跟美日韓 三國的一些 中央級的人士 去討論說 我們在疫情的關係下 怎麼去 做我們人才的培育 我們怎麼做人才的交流 我們都被是在 疫情的概念去著手 好 那接下來就比較 跟疫情沒關係的 那一樣非常非常精彩 人工智慧 怎麼樣去導演 怎麼樣去 指引我們網路工房的基石 那它一樣就是在 由我們的 寬哥 我們的中環 也提出了非常非常 很棒的見解跟內容 都在這場 panel裡面 那同時我們也在 今年去結合了 我們各式各樣的 community 跟 specific的元素 那把我們的 keynote 也強化了這個部分 那包含說第一個 就是公共的 控制系統 相關的一些 內容 那怎麼去跟我們的 企業 怎麼去跟我們的 關鍵記錄設施 那再來就是稍早的 我們的 特別從國外來的 一些學者 去討論到我們 後兩者密碼學 怎麼去強化 怎麼去那個標準 怎麼去制定的 一些相關的內容 那同時我們今年的一些 活動的實體的活動部分 除了我們 就是 本來啦 本來我們提倡 就是理性的飲酒 所以我們本的 我們的杯子 我們本來想要弄的是 Shot杯 那最後就變成了 熱炒的啤酒杯這樣子 對 好 那再來就是 雷射貼紙跟 螢光貼紙 就是它應該會慢慢 在各場館裡面 大家都會看得到這樣子 好 那Lighting Talk的部分 剛剛也看過了 就是這張照片結得很痛苦 要挑 要挑我們 鯉魚在寫的時候 拍下來也不容易 那當然也有我們 各式各樣的Village 不管是 Hacking 101啦 TDOH啦 Nisra啦 或者是我們的 UCCU提供我們各式各樣的Village 很豐富的內容 Hardware的 各式各樣的 サービスクurity相關的 都在裡面 同時也有我們 5G的Village 包含我們 5G Village Session的講者 都在我們這上面 再來就是我們 今年的BBC 我們BBC的Beam評審時間 評審們很認真的 很激烈的去討論相關的內容 怎麼去 這是什麼樣的漏洞 它的評分的依準 等等是什麼 這是我們今年實體的活動 那接下來就是讓John來幫我們講一下 今天線上的活動 好 這我就不走到中間啦 因為疫情的關係 好 那今年的話 我們有這個 這個線上的MyTest的活動會場 那這兩天裡面的話 總人次的話 大概接近是有一半的 我們一半的會眾 有進這個會場啦 對啊 那另外的話是說 我們這個會場的話 會後應該也是會 會釋出啊 如果大家想要 自己架起來 懷念一下的話 對 那另外的話 我們這次 這個也有這個練股 不過練股在 在很抱歉的在第一天的這個 出了一些狀況 因為我們一直被IRC踢掉 我們測的時候想說 奇怪都沒問題啊 就幾個人打一打 對 然後結果 真的上線了 就是他人一多 他就開始噴訊息 噴一噴就被 這個Freenode給踢下來 然後想說 踢下來沒那麼大不曉 再上一次嘛 而上去兩分鐘就被踢下來 對 所以後來就是 我們後來即時把它改成說 是直接用這個很純的 TTP Socket 對 去 去這個 來連線 對 那後來的話 我們也是有把 大概接近100個人參加 那我們也有把相關的獎項 這個 代幣已經發出去 對 那另外的話 是我們這兩天有這個 在這個 線上的密室逃脫 那總共大約是 10隊上下來參加 對 最快的破關時間是40分鐘 40分鐘就是全破這樣子 那一個蠻有趣的地方是說 我們這一次在 MyTest裡面啊 我們有這個小電腦 然後 有蠻多的 也不是蠻多 就是剛好有幾對 就是看到小電腦裡面 有一些這個 那個 採地雷有什麼之類的 就想說 欸會不會flake在裡面 結果 就把時間花在上面 就沒有 呵呵呵 其實我們應該 一開始要把它拔掉的 但是 我們放了一些 就沒有把一些 可能會誤導 這個 誤導別人的東西 還會留在裡面這樣子 對 然後最後是 我們有這個 Heatcoin Token的這個 活動 那這個我們的網站的話 會把它 會開到就是 今天晚上 12點為止 那在12點之前 大家都還是可以在網站上 把你沒有用掉的Token 把它用掉 因為如果你沒有用掉的話 它不會像比特幣一樣 就是 這個 Moon啊 對 那網址是 token.heatcoin.org 對 記得要把它換掉 那 這個換完之後的話 我們是會依照你 當初KATIC上面的地址 再去寄到 寄到你那個地址去 對 好 那最後一個階段 我們還是不免俗的 我們必須還是 比較世俗一點 我們要感謝 最後要感謝我們的贊助夥伴 那先跟各位說明的是 我們這一次的主辦單位 我們有CH-ROOT 這個讀書會 還有我們台灣駭客協會 以及中央研究院的 資訊科學研究所 這三個 感謝這三個單位 來幫我們 主辦這一次的活動 那接下來協辦的部分呢 是感謝TW社 還有行政院的 自動安全處 這兩個單位 來幫我們做協辦 那 在尊榮級的贊助商呢 我們 感謝Panasonic 還有安華 Onward Security 那第二個部分呢 是天龍級的贊助商 戴富康爾 中華資安國際 資撤會的資安科技研究所 第三個部分是 鑽石級的贊助商 安基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 還有Tim T5 聯發科技 蘇聯資安 遠傳電信 財團法人 電信技術中心 在經濟的贊助商 我們感謝樂田 Deloy 那建真數位 中央研究院的 資訊科技 創新研究中心 銀集贊助商 TWC 永鋒金控 全安智慧科技 IPIP 特殊級的贊助商 360 全球前瞻實驗室 PC Home 台灣銀行 如說世代 股份有限公司 104 還有IPIP 最後 我們特別感謝的是 我們跟我們 有特別合作的 關係的夥伴 第一個是 教育部的資訊 資安人才培育計畫 HackMD 可力可 資安公司 還有奧義智慧科技 那在這段期間裡面呢 我們除了提供各位 非常優質的技術面 不管是技術面 或是企業面 的這個分享之外呢 我們也提供給企業一個滿滿的 爭彩的大平台 那這個部分是 我們在昨天的時候 昨天下午的第一 下午的第一場 我們有舉辦一個爭彩的活動 那就是我們邀請了一些廠商 來做爭彩 那如果說明年有廠商 想要有爭彩的需求的話 也非常的簡單 就是多投一點錢進來的話 就會得到這個方案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大會的數據 在大會數據裡面呢 我們這次的報道率有92.5% 非常的多 那線上議程的統計人數呢 我們在第一天的時候 R0總計有1160個進來 那R1呢 1216個 R2跟R3呢 相對來說比較少一點 那最主要是因為他們的座位 也會比較少 那這兩個部分都大約是在600上下 最後我們感謝的是我們所有的志工夥伴 來為我們一起努力的籌備這次的活動 才能讓這次的活動順利 也非常完美的落幕 那如果任何覺得需要調整 或是你們覺得很不爽的地方 就可以寫在回饋表上面 我們會努力的去改進 還有吸取各位的意見 好 那因為 今天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們多遠到了一點時間 那我們最後要感謝各位參加的 還有支持我們的朋友 夥伴朋友們 那我們2021年再見 謝謝 大會活動已結束 目前有接駁車接送各位到南港展覽館捷運站 約15至30分鐘會有一台 最後一班車為18點30分 感謝各位的參與 離開會議廳時請記得帶走成人物品 若有遺失物會放置在服務台 來 我們請資偉跟嚴副組長上台 來跟工作人員一起拍個照 好了 來 我們請李資偉跟嚴副組長上台 我們也請Sean跟Mars還有John 剛才是不是個女生的總召 還有請那個小Alan跟大Alan還有TT也上來一起拍一下照片來 長官先拍長官先拍年紀大的先拍 年紀大的先拍 長官們拍完之後我們志工也要全體大合照喔 長官們拍完之後我們志工也要全體大合照 OK 對 明明天晚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问一下现场有TWCIRT的伙伴吗 请问一下现场有TWCIRT的伙伴吗 好 谢谢李志伟 谢谢严副组长 谢谢 接下来我们请工作同仁伙伴们上台 对吗 对 好 麻烦所有的志工都上台 我们请所有的志工伙伴们来上台 跟我们一起大合照 我也不知道怎么拍 怎么拍 好 太好了 我拍 第一排 麻烦我们待会稍微翻蹲 那个 中央伍 中央伍 那个 就是你 你是中央伍 对 就是你 中央伍 中央伍 第一排 麻烦蹲下 对 那个 中央伍继续举着 然后 声音组可以不用举相机 谢谢 这边可以再站一些人 待会你们拍照的时候 不要看到对方的后脑勺 不然你们脸就会被遮住 外面还有没有工人 那个 记得自己找空隙 如果你看不到镜头代表 你就被挡住了 尤其你身高比较 呃 你身材比较 比较娇小的 诶 那个 这边可以 不是 你边界可以吗 可以 OK齁 我 那个 刮呆 小刮呆 你不上去吗 这边 这边靠近一点 晚车 诶 啊 这里突然扣一个洞是怎样 你要叫左边的 我 再说啦 好 请翻译组的伙伴 翻译组的伙伴 再往你们的左手边挤进来一点 用力挤进来一点 用力挤进来一点 感谢你 我来看一下 谁的头没有露出来 有口罩的戴起来 拍两张 戴口罩都没戴口罩的 明天 提示 好我们先来一张戴口罩了 悟卡 啊 悟卡 你不上去吗 请放心把你的相机交给你的伙伴 他那個腳 請留一個位置給 你坐在前面 請大家注意自己的頭沒有被前面擋到喔 那我們要拍囉 好等一下喔 確認一下照片 先不要脫 我們再一次戴口罩喔 好我們再一次戴口罩喔 再一張再一張 好來一二三 然後可以先把口罩拿掉囉 脫口罩 好來 那我數到三喔 來一二三 笑 這張比較自然 好來 西瓜甜不甜 我們再來一張半鬼臉的好不好來 來 來 今年因為疫情是不是帶來很多的麻煩 來那請大家用你的表情來表示這一切 好三二一 看起來沒有很 看起來大家還好啊 快點表情再苦一點 後面特效很難等咩 後面特效很難等咩 好然後最後一次喔 好然後一二三 有了有了有了 OK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